大家好,我是眼科專科醫生,葉佩佩醫生 今天很高興可以在這裡跟大家說一些關於常見的眼疾 眼睛是我們的靈魂之窗,大家不容忽視,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但要真是怎樣保護我們的眼睛,留意我們的視力呢? 不是真的那麼簡單 要知道其實眼疾可以影響我們不同年紀的病人 小朋友,上班的一族,甚至乎老人家 很多人以為視力OK就以為沒問題 但其實眼睛的健康不是單單靠視力 我們要留意周圍的對比度,顏色,看東西有沒有彎曲,有沒有變形 甚至乎有沒有閃光,飛蚊 這些都是眼睛應該要常見的留意病徵 另外就是現在眼睛的治理有很多不同的新科技的發展 希望稍後可以跟大家說得更加詳細 其實眼睛有問題的時候,我們所謂的病徵是可以有很多種的 單單單指視力只是其中一部分 剛才我都說過,影響視力的就是 例如會令我們顏色的對比度差了 光暗的分色度差了 甚至乎看東西變形、彎曲 或者甚至乎缺失都是視力影響了的其中一個病徵 這是眼內視力最中央位置的視力問題 但其實眼睛周圍都可以有其他東西 例如眼紅,可以放置眼裡的發炎 甚至乎眼壓的變化 閃光飛蚊也可以是視網摸玻璃體的問題 甚至乎看不清楚也可以是神经线的问题 还有眼光眼劫也可以是眼皮或者眼球表面的问题 所以眼睛的病征是可以有很多方面的 其实眼疾可以在不同年纪 一年内不同的时间都可以有不同程度影响我们的眼睛 譬如有些病人他有眼光症 在不同的环境里面都可以影响室内室外都可以有不同的病症呈现出来 另外有些病也都有季节性的 好像红眼症和流感也都有关系 另外有时候在不同的季节有些人喜欢游泳 或者多活动的时候也都会有不同的情况 譬如如果户外多的时候可能花粉症敏感症的多出现 也都会有机会有不同程度影响眼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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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